段正成院士去世 因新冠肺炎救治无效在允洛仪大师2月15日 华中科技大学机械学院教授 博导 中国工程院院士段正成教授因新冠肺炎救治无效而逝世 段正成 1934年6月15日到2020年2月15日 出生于江苏省镇江市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专家 中国工程院院士 华中科技大学机械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制造装备数字化国家工程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 1957年段正成从华中工学院机械系毕业后留校任教 先后担任机械系助教 讲师 副教授 教研士副主任 主任 教授 博士生导师 制造自动化研究所所长 段正成长期从事机械制造与自动化学科的教学与科研工作 2009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2020年2月15日段正成因病在武汉去世 段正成教授在自动化 数字化加工技术与装备的应用基础研究和工程技术研发领域 取得了一批重要的创新性成果 曾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两项 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三项 省部集一等奖五项 二等奖四项 授权专利19项 发表论文200余篇 先后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 湖北省劳模 湖北省先进教育工作者和湖北省先进科技工作者 短短数日 已有三位华科大师因新冠肺炎离我们而去 2月7日23点左右 华中科技大学三级教授 生命科学院楚天学者洪灵教授因新冠肺炎逝世 2月10日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器官移植科的林郑斌教授 因新冠肺炎逝世 2月15日 华中科技大学机械学院教授 博导中国工程院院士段正成教授 同样因新冠肺炎救治无效而逝世 延伸阅读 没有一项研究少于10年在华中科技大学附属中学旁 有一颗高大的法国梧桐 段正成教授经常过去瞧瞧 这是他64年前刚刚迈入原华中工学院时在下的 2009年 75岁的段正成教授登上了中国工程科技的最高平台 中国工程院院士 花白的头发 硬朗的身体 平和的面容 外人只知道他第一次申报工程院院士就一次性通过 其实内行人都知道 以他的成就早就可以申报院士了 所以 很多人都会问 段老 你为什么这么晚才报院士 原华中理工大学校长 中国科学院院士杨淑子帮他向外界回答了这个问题 他告诉我 有些项目有些技术需要经过历史的考验 二三十年不算久 项目应用被业界广泛认可 他才开始报奖 报院士 做研究要耐得住寂寞 不能外面来一个脉冲 自己就要震荡 这句机械术语是段正成的口头禅 他说 从事科学研究 贵在长期坚持 不折不挠 段正成和他的团队曾三次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获奖的三项成果 没有哪一项少于一零年 研制全身加码刀 一零年 研究激光加工技术与装备 二零年 完善汽车发动机曲轴磨床 三零年 获奖项目高性能发动机曲轴高精高效磨销加工技术与系列成套设备 研究始于上世纪七十年代 当时 美国 德国 日本等国几乎垄断了世界汽车曲轴制造设备的高端市场 1979年 段正成团队主动走进孝杆机床厂 与工人们同吃同住 并肩努力 1983年 他们研制出国内第一台数控高速全轴自动曲轴磨床 经过二十多年的不断升级改造 目前 我国生产的汽车曲轴磨床拥有自己的知识产权 有些结构比国外设备更简单 价格却便宜一半 对段老 李培根也说佩服二十年前 李培根从美国威斯康辛麦迪逊大学或博士学位后回母校工作 那时 他就见证了段正成在专业上的过人之处 并觉得十分佩服 1987年 郑州纺织机械厂从当时的西德引进一套柔性制造系统 希望得到技术协助 段正成立即带李培根和另外两名老师赶到郑州 柔性制造系统 别说教研是其他人没搞过 就是留美博士李培根也是第一次接触这么复杂的系统 全国好几家高校研究单位也去了 段教授拿出最优惠的条件说交给我们不要一分钱 他心中有数机械加工行业正面临一场以计算机辅助设计辅助制造为内容的革命 要借此机会在高新技术领域争的一张门票 三年后一份可行性论证报告摆出来令厂家刮目相看 85期间郑州仿制机械厂被列为国家863计划计算机辅助设计技术应用工厂 原华中理工大学机械自动化研究室成为当然的技术负责单位 李培根被吸收为全国计算机辅助设计技术专题专家组成员 做他的博士 布敖45年南毕业在2012年湖北省科技奖励大会上 段正成荣获湖北省科学技术突出贡献奖成为全场焦点 会后他婉拒媒体采访 表示目前仅有两件事是确定的 一是100万元奖金个人部分将全部捐出 用于资助贫困大学生 二是自己只是一名普通的科技工作者 获奖后第一件事还是回到实验室工作 段正成对学生的关爱由来已久 他说我们那时读大学四年不需要个人出钱 每个月还发一元零花钱 学费生活费全免 就连自己所戴的第一副眼镜也是国家配的 实习路费毕业设计纸张都是国家出 养有贵乳之恩压有反哺之意 现在若能为贫困学生分担点什么 既是一个老师的职责所在 其实也是想为国家尽一份力 段正成对学生像老牛互读 非常慈爱 学术上却十分严格 五十余年来 他培养了博士生二十七名 博士后六名 与其他教授比起来 产量的确不高 在华中科技大学机械学院 流传着这样一个说法 没熬个四五年 很难博士毕业 段正成笑呵呵地说道 我比较挑剔 每个博士研究生的论文至少要看三遍 不过关就重来 他认为做论文是对自己研究工作的总结 作为研究生 不会总结成果事件遗憾的是 我的成就 是大家团结协作的结果 无论何时 谈到自己的成果 段正成的话语里 没有我 多是我们 他说 一个重大的研究项目 仅凭个人的力量是很难完成的 所有的成就都是大家团结协作的结果 他举例说 1996年9月 深圳一家公司负责人找到段正成 邀请机械学院人员加盟并主持全身加码刀的研发 随后 四单位联合的课题组开始了紧张的分工协作 其成果打破了昂贵进口设备垄断各大医院的局面 每每有媒体采访 段正成总是会说 你们要多宣传年轻人宣传我们的团队 他们就是在跟我一起的研究中立下汗马功劳 所以现在已经是教授 博导都很有前途 团队的和谐合作让我们把想法变成了现实 段正成说 好的科研成果往往需要几代人的共同努力 我所要做的工作就是为他们创造一个和谐 团结的氛围 最大限度地挖掘他们的潜力 双引号点